台南市今年荣获环保署评选为台湾四个低碳示范的城市之一 台南市的文南社区率先在理办公室装置了台南第一座太阳能光电系统 自费百万元在社区的办公室装设这个太阳能板 发电自给自足 而剩余的电力还可以卖给台电公司 希望以后能够推广到整个社区 屋顶上55块太阳能板每个月可以产生1500度的电力 这是台南市文南社区居民自筹100多万元装设的 剩余的电力还可以卖给台电 约7到8年就能回收成本 因为台南市全保有750亿厘 我们这里先做事环 外观市的可以过来文南市参观 大家来做为了我们的节能减碳 为我们社里来做提供 一个社区这样做 另外一个社区这样做 我们台南市要建立一个低碳城市 太阳光电城 台南市政府力推的太阳光电城计划 获选今年全台低碳示范城市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向 能够使用我们全国也能够来朝向 加加富国都能够有这种自留的太阳光电 这种系统 这样我们知道是一个开始 我们需要20年至30年时间 让我们整个能够建设起来 让你正成功划划 陈清泉里长希望把卖给台电的剩余电力收入 用在照顾里民 居民希望通过文南社区的抛砖引玉 中央政府愿意补助让太阳能发电装置更普及 真正达到节约能源 新唐亚太电视 新唐亚太电视 台湾台南采访报道 新唐亚太电视